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站看中国》节目 参与方时间 我是主持人参与方 我想延续我们上礼拜讨论到 有关于美国财政部长耶稔到中国去访问 那特别强调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 过去一整个礼拜再到今天为止 我想这个美国那中国 甚至是欧元区其实也都公布了 他们的三月的一个物价 在美国来看的话 目前的一个三月份的物价指数呢 是3.5% 高于它2月的 所以当美国公布这个CPI的时候 大家发现连续三个月都高于原来的一个预期 所以使得大家觉得说 这个美国的物价呢 它可能会持续的这样高涨 所以降息可能不太容易 当降息不容易的时候 或者是说当这个物价持续维持在高档的时候 那中国电动车的倾销 或者是这一个太阳能模组的倾销 我想对于美国市场的一个杀伤力可能又更大 第二个是欧元区 我想从这个2022年以来第三季大概有超过10%的这个CPI的引年增率物价上涨率 但是到三月最新的这个物价上涨率是2.4% 那核心呢是大概有2.9% 所以有许多经济学家就开始预期说 或许这个欧元区它有降息的一个可能了 那中国的话我想还是面临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这个麻烦也会使得它后续的这个超额产能 我想会更难解决 所以更难解决意思说 它会对其他国家呢 持续会产生伤害 那除非这些国家可以联合起来 那中国三月的这一个物价指数呢 年增率呢是0.1% 那比二月好不容易回升的0.7%又大幅的掉下去 所以许多的这个经济学家 包含中国经济学家也都认为说 从这里来看的话 中国事实上它还是没有摆脱所谓的通货紧缩的一个现象 那大概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之中已经听到我们讲非常多次的中国 这个CPI的年增率是持续呈现所谓的负成长 今年一月的时候是衰退了0.8% 好不容易到二月增加了0.7% 到三月的时候又掉到0.1% 所以整体来看 中国通货紧缩的现象还是没有解决 也就是说 他内需持续不足的一个状况呢 仍然持续在发生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他内需是持续表现不好的话 你要去希望中国政府可以去限制 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个产能 那可能会使得他整个国家的就业呢 就面临更大的一个麻烦 如果就业面临更大的麻烦 那这个失业的人数会增加 那他的内需可能又会变得更不好 内需再变得更不好 只会使得他通货紧缩的现象呢 只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想我们上礼拜所谈论的 或者是这一个美国财长耶人 或者欧盟在去年10月就开始 对于这个欧洲的中国电动车进行反倾销调查 这件事情我想在短期内是不太可能解决的 那虽然美国的财长耶伦到中国去 他也表示说他跟拜登都不认为 他们的经济要跟中国脱钩 那最近德国的总理Sharth 他到这个中国去访问 他也喊出说这个经济呢 是不跟中国脱钩了 那我们都知道 德国的一个经济在最近其实表现的不是非常的好 大家也都知道说没有要脱钩 但是大家还是在努力的在做所谓的去风险 那事实上去风险在海外发展更多的生产基地 那就是在慢慢的脱钩 而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 经济的脱钩有时候不一定是主动的 经济的脱钩有时候是被动的 所以被动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中国的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呈现负成长 也就是这个通货紧缩的现象持续下去的话 其实就会让这些外国厂商到中国投资的诱因会减少 让这些外国的产品可以卖到中国的一个数量 就会持续的降低 如果这些量持续的降低 等于它的获利来源从中国来的获利来源会越来越少 自然它就会慢慢的往其他市场去开发 那就会产生脱钩的一个事实 这个是所谓的被动的脱钩 那事实上这种逐渐的脱钩或慢慢的脱钩 发生在最近我们台湾公布最新的这个出口数据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呈现 大概从这个美国从2003年以来 首次取代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在我们最新的这个出口统计数据 那从去年的12月到今年3月呢 台湾对于美国的这个出口呢 已经连续四个月是超越了中国了 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提到了被动的脱钩 我或许没有到其他国家去设厂 我也没有特别说不卖东西到你这个国家去 但是随着你这个国家的经济慢慢的往下掉 其他国家的经济还是维持的不错 或者是掉的没有其他外国来的快的话 那就会产生这个出口的一个改变 虽然我们台湾出口市场的话 中国的出口市场是被美国给取代 但是我们这里谈的其实只是直接的出口 如果你在加上香港的话 中国跟香港呢 目前仍然是我们台湾最大出口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想从这里来看的话 如果把中国跟香港加起来 确实对台湾来讲还是很大的市场 但是如果单独看中国的话 它是逐渐的被美国给取代 那事实上这一种大家要不要脱钩 其实在现在的国际贸易里面 已经不是单一个国家说了算 就好比最近美国拜登跟这一个 日本的岸田首相在美国的一个峰会上面 也提出了一些新的AI相关的一个合作的计划 那只要美日的合作加深了 以美国目前对于中国的一个管制 当然日本跟它的一个往来也会逐渐的降低 那中国的一个经济到目前为止 它到底可能会往好的方向走 还是会往差的方向走呢 其实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来观察另外一个数据 我想在去年的时候我想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Moodi这个信用平等机构 国家信用平等机构 把中国的一个这个债务的这个信用平等的调降 那在最近呢 惠玉就是另外一家国际信用平等公司 也把中国的这个债务信品的这个平等 有稳定调降之负向 那为什么会有稳定调降之负向呢 所谓的信用平等 跟我们一般人的信用平等一样 如果你今天每个月的收入很多 你的存款够多 或者是你有这一个房地产 那你的信用平等可能就会比 比如说可能没有房地产 或所得没有那么多 或者是说储蓄没有那么高的人来得高 那以中国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几年 中国所面对的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一个趋缓 或是减速 以中国常用的就是经济的一个减速 第二个我想大家会最关心的 其实是债务 那他目前来看的话 他整个国家的债务是持续的在提高 不止这个国家的债务提高 民间的债务我们看到的 这一个房地产泡沫房地产的一个债务危机 其实都会对于整体中国的一个债务呢 带来比较负向的影响 债务的这个平等 所以当你这个国家成长减速了 就代表你这个国家可以再赚到更多钱的机会就减少了 当你这个国家的债务持续提高 代表你要偿还债务的金额就会拉高 所以在你债务支出这个提高 在你的所得收入下降的情况之下 你的常债能力自然就会下降 当你的常债能力下降的时候 外部的信贫机构就会把你的信用平等把它调降 我想这个是惠玉呢 这一家信贫机构 他们认为应该要把中国的一个信用平等调降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中国的一个成长 他到底是不是会减速停止 会开始往上走 那我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还是回来聚焦到他整体的一个科技产业 我们在上礼拜已经有提过了 当他所有的高科技产业都被管制的时候 先进科技产业被管制的时候 他一定会往成熟制成的方向去走 他往成熟制成的方向或未受管制的这些产业去走的时候 当然电动车太阳热模组电池成熟晶片等等的这些产业都是中国在被管制之后 他们一定会想要激励发展的这些相关的一个产业 当这些所有的厂商都往这里走的时候 那中国内需的消费又不足就会产生了超额的产能 一旦产生了超额产能就会开始往世界各国去变成大量的低价的方式来销售 就是我们所谓的倾销 当然倾销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像共产国家一样认为说你有倾销 我就直接说你这个国家有倾销 而是必须要进行一些实际的调查 而且必须要召开相关的会议来确定他有没有倾销 所以如果这一块在中国这种成熟制成的方面 他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话 他只好持续的生产 可是问题在于说可以生产成熟制成的国家 不是只有中国 甚至印度现在也想要跃跃欲试 甚至这个越南 我想三星也到越南去设了这个研发的中心 也把整个手机生产的重镇往越南去搬 那日本或者是德国这些国家 其实现在也都对于成熟制成的这个晶片 也都非常的这个有兴趣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等于中国会生产的东西 其他国家也都会 那但是市场的需求就只有这么大 如果当生产的这个产能太多的时候 就会导致这个产品的价格会大幅的下跌 所以在美国他没有放宽他管制之前 我想这种清销的一个状况 可能还是会持续的发生 第二个就是说 美国对于高科技产业 这种科技出口管制 会不会慢慢的放松 也是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再持续观察的一个重点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参与方时间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我是2020 0203 at 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podcast平台 搜寻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请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点30分 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蔡宁芳时间 我是主持人蔡宁芳 那我想我们刚刚谈到了整体 中国的一个经济数据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能染不是很好 那而且如果未来 美国的一个CPI 能染呈现在比较高的水准 就是超过3%之上 代表它在降息的可能性 也大幅的降低 所以目前会猜测 联准会是不是会在今年降息 会降多少次的一个比例 其实已经慢慢在减少了 甚至美国前财长 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 沙姆斯他也特别提出来说 甚至有这个升息的一个可能 所以面对这种 中国跟这个美国的一个利差 持续的一个扩大 当然人民币的一个贬值的压力 也就越来越大 那如果他这个贬值压力 越来越大 其实对中国自己本身来讲 的经济也会造成 一定程度的一个压力 那中国目前因为我们 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通货紧缩的现象 还是蛮明显的 所以呢 中国的银行呢 在最近他也下架了一些大额的存单 想办法要把钱呢 逼进去这个市场 我们到在今年年初 其实就有很多的国际的投资人 他们也都关注到 中国的股市持续的在减少 往下掉 那这个美国呢 也开始对于基金去投资 中国的一个股市呢 也开始在进行监督 那中国银行界呢 这个招商银行 他就率先在这个三年期 五年期的大额的这个存单呢 在银行的APP 把它下架 那许多人是认为说 会把这些大额下架的一个原因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净利息差 持续面对压力 也就是说 我今天我付给人家比较高的利率 但是我可以放出去的利率 其实是比较低的 所以就会有净利息差的一个压力 再加上中国政府本身 就是希望尽量把这些超额储蓄 看看能不能把它逼出来 让它出来消费 让它出来投资 来减缓整体的一个中国 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状况 但是以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要透过这种银行端或金融工具 去逼这些钱出来 就可以去刺激 这一个民间的消费或投资 其实我想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那为什么说是非常困难的 不要忘了 最近开始要放弃负利率政策的一个日本 它在过去也采取了这个负利率的一个政策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目的就是希望要把钱逼到市场上 但是我想我们听众朋友都可以想想看 即便今天这个国家的一个银行 真的出现负利率 也就是说你今天放在银行里面 你有可能变成要缴利息给银行 缴费用给银行 你是不是就会把钱拿来花掉 如果你预期你要投资的这些钱 那拿去其他地方投资或消费 那你有可能会这个赚到的报酬率 会比付的一%来的低 你有可能会付10% 你可能还是会放在-1%的地方 甚至我有可能就直接买了保险 会放在自己的家里面 对于未来看不好的这一些 这个受雇员工存款户 他们也有可能会不敢消费 所以事实上单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要引导资金去消费 在目前中国内需已经不足的情况之下 我想是很难逼大家把钱拿出来消费 除非让他们看到中国的一个经济 确实有这个逐线复苏的一种可能 才有这样的一个办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提到如果来去看中国的一个经济 是不是就会就此稳住 那这种所谓超额产能问题会慢慢的被缓解 我想要看美国在对中国的一个管制上 会不会慢慢的松手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我们在前两三个礼拜也有提到 以目前来讲 这个美国跟欧盟 他们的这个贸易跟技术的这个理事会呢 仍然要持续对于半导体 中国对于半导体的一个市场的干预呢 仍然要来做这个合作来对抗中国 因为毕竟中国他的一个传统的这个晶片 成熟制程的晶片 占了全球百分之六十的一个市场 所以在这一块上 他们还是要好好来关注中国 在这一块商品上面 他们的一个销售情况 那这些传统的一个晶片的主要是 用在汽车啊 家具的这些电器啊 医疗设备等等 那另外一个就是 除了要直接去调查这些成熟 制程晶片的多寡以外 另外一个其实美国也 要想办法来管制这个ASMO 阻止ASMO 那对于这个中国它的半导体的机器设备 可以继续提供这种售后的服务 管制有可能慢慢的松绑我想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虽然最近我们看到华为宣布他的AI的这个个人笔电 要采用intel的这个晶片 但是也不要忘了 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是不是美国对他就放宽了 但是我想现在不是美国的问题 中国政府本身他目前正在致力于要求他们自己的这些国有的企业 对于这个有intel有amd的这个晶片的一个电脑 未来都有可能会开始禁用 所以如果你把华为采用美国这个intel先进制程的晶片的一个方向 跟中国政府本身他们对于这一个intel跟amd两个晶片制造商 他们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在改变 就会发现说好像有一些矛盾 那一旦有这个矛盾的话 其实他未来的方向会怎么走 我想我们就不能只有单一的一个看法而已 那因为目前看起来整体的中国的一个经济还是并没有非常乐观 那欧盟的一个经济虽然CPI有掉下来 大家觉得有降息的可能 但是我们也强调过很多次 当一个国家在降息的时候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这个有大幅降息的情况 通常都是在这个国家的经济 这个世界的经济面临比较巨大挑战的时候 比如说2008年的一个金融海啸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看到2020年的时候 这种武汉肺炎疫情的一个影响 我想这些例子都是在告诉我们说 大家不要听到降息就觉得很开心 降息有可能代表经济真的要不景气了 如果在考虑最近发生的这个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冲突的话 其实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 大家可以知道伊朗附近有一个海峡 这个海峡呢 它是专门它在运输这个石油跟这个天然气 那当然大家会很好奇说 那如果伊朗在这个海峡 那出现了这个战争的一个危险 是不是会让石油天然气的价格会上涨 这答案绝对是无庸置疑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特别是像我们台湾必须要 完全依赖这种天然气进口的国家 我们就必须要试着去分散我们的风险 我想在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在中东地区 大家所面对到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 其实是冲突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不可能会去预测说到底战争会不会一定会开打 我们只能在平时的时候做好一些战争的时候 要因应的准备 因应的准备像什么 像你的天然气的进口的来源 是可以比较多元的 像你自己本身 你有一定程度的这些相关能源的一个库存 你的出口市场 你必须要去持续的分散 去降低你的经济 集中在单一国家的这种风险 我想这个都是在维持 一个国家经济韧性非常重要的 那过去大家之所以会面对中国的一个经济胁迫 最主要原因就是 大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拼命在这个很大的市场上投资 帮他创造非常大的就业跟高兴的这种机会 那当然这个国家一旦长大的时候 那他如果没有要跟你合作 就会使得这些原来在中国投注很大资源的这些国家 或者是这些厂商 他就会受到伤害 所以在整个全球的一个地缘政治 目前看起来还是非常纷扰的情况之下 世界各国他们的一个景气 也还没有看到完全复苏的一个机会 所以WTO最新的一个报告 就是有关于全球的贸易展望跟统计的一个报告 他在最近呢 他也把2024年的一个贸易的成长率 调成2.6% 那这2.6%是比去年就是2023年10月份 他所认为的3.3%还来的低 也就是说他下修了全年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成长率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还是认为整体的这个欧洲 他的一个贸易他是不如预期的 那欧洲我想他不是只有在这个电动车的市场 他面对中国的一个低价的倾销 其实有另外一个现在世界各国 包括我们台湾也在努力 在想办法发展的一个新的这种电力的产业 就叫里岸风电 就叫风电的产业 那我想中国的这个风力发电机的供应商呢 其实呢他们在中国境内也有一定程度的规模 当然他们的一个生产的成本是远远小于德国 这些像西门子这样的一个公司 那当这个生产规模或技术有这么大差异的时候 但是中国呢本身的这个风电的厂商 又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把它卖到其他国家去 那这也会造成这种清销 对于这个风力发电机这些制造商的一个危险 那大家不要忘了 其实风力发电机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精密的制造的一个行业 那一旦面对这种低价竞争的时候 其实往往就会导致这些原来的厂商 他们的研发动能也会受到影响 就这一点而言 我想欧盟职委会呢 在最近也开始针对这种风电 风力发电机开始有进行比较大的 这种所谓反倾销的调查也开始在进行 所以整体来看从上礼拜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耶人他并没有放弃 要去游说各国来面对或处理中国这种低价竞争也好 或者是这种产能过剩对于世界各国的一个伤害 那这种东西是一定需要全世界各国可以联合起来的 因为我常讲的只有一个国家要不买低价产品 是不可能阻止这个低价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 就好比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网路电商 他们可能用非常低价的方式来抢势 如果只有我这个主持人自己不想要买这些低价的网购商品 如果只有央广的听众不想要买这些低价的产品 那其他的这些消费者都跑去买这些低价产品的话 那其实我们个人的行为只是说我们不会买这些产品 只是让他的销量可能稍微的下降 但是并不足以去影响到他整个经济或商业的一个模式 所以如果用我们个人的一个例子来举例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到为什么美国财政部长耶人他会持续的去呼吁 大家必须要去正视中国超额产能这一块 特别是这种超额产能 我们个别的消费者如果只是去买这种低价产品买了就算 搞不好我还觉得说我赚到 但是如果是这种低价产品进到每一个国家的消费市场 就会使得生产相关产品的这些厂商就会倒闭 失业自然就会增加 对于世界各国的一个经济可能又会来得更大 我想这个是为什么这个议题连续在这两三个礼拜 甚至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受到关注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如果有新的这些管制措施 我们也都会随时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你的收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参访时间 再见